為何無端端有鮑魚鵝掌 鮑魚鵝掌是有準備的人 隨時有鮑魚在這裡 看到今天什麼環境 誰來當然啦 上鮑魚 不用我上 當然上 隨時準備 鮑魚鵝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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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識一個海味店的老闆 這是講教程 鮑魚鵝掌打電話 現在有鮑魚 你擠不擠 我問什麼事 這些鮑魚鵝掌出來 有點崩 我就是這樣的心態 有什麼所謂 便宜很多便宜一半 嘩 這樣就行了 你又不是幫我留幾斤 我留不留就儲存這些 但是 你說的 崩也崩 都是鮑魚 都是高品質的鮑魚 因為有一些有錢人請客要看臉 第一 第一 第二 酒樓 大哥 我來吃鮑魚 崩又烈了些 我給那麼多錢 你就吵 自己老闆吃不完 肥仔東 吃魚翅怎麼吃 就吃到鎖 那就便宜一下你 你這麼久交情了 我明明買這麼多錢 你擠不擠 那就擠吧 沒有所謂 我便撿一下這些死雞 你這些是聰明死雞 你那些鮑魚有少許崩 沒所謂 我正想剛才問你 為何這隻 我以為是鮑魚 我以為是鮑魚的時候 平成半 大哥 嘩 你想怎樣 平成半 即是不英俊 賣相不英俊 賣相不英俊 那你酒樓就對 人家酒樓就對 我嚇我 喂 部長為什麼鮑魚有少許崩 你怎麼回答他 我都賣相不好 我都是便宜一半 你本來賣相好 你做到自己殘 阿成 繼續 喂 香茅鮮 昨晚還好吃 不是吧 因為他用錢大 遲些 三佬食經有這道東西 很棒 昨晚還好吃 為什麼 它的香茅 有些香茅 對 有些香茅 那次很麻煩 你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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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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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 被你嚇到 當然 看得出 你吃 昨晚的香茅 很漂亮 很肥 很肥 真的很肥 但我覺得他聰明的地方 他煎過 那你要煎 你第一次在上面吃沒有煎 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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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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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人 這個是下欄 你知道豬喉管 脆骨 挺好吃的 我喜歡吃這些 蠟雜雜 我也是 脆的 我知道 人家前面是天梯下方 對 脆管 分分鐘別人送給他 不收錢 拿回來吃 我看到 喉管 你看到 其實挺好吃的 等於我們煮豬肺湯 有些冷卻 喉管 那些好吃 但那些也要洗得很乾淨 因為裡面很滑 那些你自己想 洗得乾淨 你自己 功夫 那你自己吃 對 你自己吃 你自己想 對 你洗不乾淨 你自己想 但我覺得挺過癮 他這樣炆一炆 繼續 我昨天買了荔枝 然後經過看到有一條 叫做石碼頭 石碼頭 是紅紅的 金色的 原來石碼頭 潮州人很喜歡吃 做魚飯 對 他說 這個檔主好 好客氣 好老實 他說 這條 剛剛睡覺了 我走完整條 春央街 春央街 其實春央街 沒有什麼美麗的海鮮賣 因為大眾化 大眾化 他在那一邊 對 有幾間都買了 我去到另外 在華峰國庫後面 那邊有一條 那邊比較窄 對 那邊有一條 他說 這條石碼頭 你用不用 我說蒸不蒸 他說 蒸得 剛剛睡覺 真的便宜很多 兩百多元是抵的 幾重 整根幾重 這條石碼頭很大 你弄鬼師傅 用咸檸檬來蒸 大家都不知道是什麼 他那次跟我說要試一下 他就拿來 咸檸檬吃石碼頭 你這樣吃 他說 浪費了一點 那些人又說 為什麼沒有醬油 你不要問他 他是不下醬油的 蒸魚也不下醬油 就不懂 這樣吃也挺飽味 就是另類吃法 他教我 其中一個就是 有一點油鹽 不要加醬油 就這樣吃 你看見那些 咸檸檬嗎 是 你偷製那些咸檸檬 是否嚇死 不是 基哥 有一樣強項 他敢試 每樣東西都敢試 我們做白老鼠 敢試 但是挺好吃的 那些魚也不差 雖然睡覺了 昨天 你知道現在是優如期 有時候未必有這麼多魚 對 繼續 公布雞丁 你真是 幸好我昨晚不去 否則又吃一次 不是 這次又無厘 加了什麼 菜 菜脯 我真的聽不懂 其實不應該加菜脯 不是 原裝是沒有的 變得好像小賊王 大碟 吃不完 真的吃不完 這次有很多花生 不是 是要腰果 下次叫他腰果 你說他就是鬼馬 你不要提他 他又製作油炸鬼 是嗎 他人是做得出的 還有一個問題 你知道 你拆飛吃飯 你已經給了這麼少錢 還問什麼 吃 有什麼吃的 我會問他 他跟他說 有得吃你就吃 還問多 當然是這樣的 所以我從來不問 問你做什麼 那又是 有什麼吃 他意思是說 只有一些未吃300 其他一些送給你 那你問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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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是不是 你說是 你知道呀 剛才拍完 遵守 不過那天不是剩餘的 你放心 哈哈哈哈 是 繼續 繼續 現在 這個好東西 他有生長 是的 你怎麼知道 我猛的嗎? 時蕉山腸 這個很棒 你喜歡吃多久 我喜歡吃 但是不是新鮮 新鮮很棒 現在市面很多是雪藏山腸 新鮮很棒 正宗山腸的位置 還有山腸頭嗎 有的 這個很棒 這個味道真是小炒 而且山腸不會硬到吃不到那隻 炒得也算有鑊氣 算是這樣的 送威士忌不錯 開了嗎? 還沒開 等你來 等你來 OK 繼續 還有幾張 這個是燜鴨 但這個燜鴨就不同的是那個 這個是什麼燜法 這個是薑 用紅酒燜 從頭到尾喝完紅酒就倒入 你知道紅酒只剩下三分之四分之一 倒了 不是啊 是對的 因為那些真的不喝 喂大哥 可能是一些好東西 是啊 不是啊 這個又中餐又西餐之間 明白嗎 蚊挺好吃的 他最拿手的 很惹味的 很惹味的 炆鴨 炆鵝 是很好吃的 你家裡也可以做的 你拿些乾蔥 拿些洋蔥 爆了它 但哪裡吃都整隻鴨 然後拿些鴨 炆了它 一定要爆香 一定要爆香 然後放香葉 放紅酒 慢慢炆 炆完之後 紅酒的酒精走了 但是西餐也是這樣做的 西餐是煮的 西餐是煮的汁 要放紅酒炆 牛味那些 對 都要放的 對 乾蔥、洋蔥那些 文昌雞 這個文昌雞 就不是阿基那隻文昌雞 就是我上次在中山買下來 不得閒吃 就昨晚拿出來 給人吃 雖然是急凍 但是攤軟之後再蒸出來 不舒適 那隻文昌雞 不是吧 對 真的不錯 那個吃人都說 但是文昌雞有道奇怪 就是沒有脂肪 沒有脂肪 結果 肉質比較實淨 但是要快吃 否則沒有脂肪潤 它會乾 有時候 我純手買一隻雞回來 好像放了幾天不吃 馬上冷凍 就拿來吃 吃不切 我老婆送鹹雞給我 真是玩死我 鹹雞可以放 鹹雞可以放 上面很流行吃鹹雞 對呀 那些雞很漂亮 不要說笑 有些鹹雞很好吃 我挺喜歡吃的 鹹雞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等待大家 出本重溫聲音下載服務 連費1000元 請即訂購支持